中共國務院網站2月21日 下發了14.5國家老齡事業發展 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通知 再次擺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勒手難題 除了將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作為解決手段之一 還首次提出發展銀發經濟 大力開發老齡產業 此前大陸媒體曾根據 《中共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-2050》中的數據進行推算 發現中國養老金將在2035年全部耗盡 屆時最早一批80後也只有55歲 尚未達到退休年齡 因此中國的80後 很可能成為第一批領導養老金的群體